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作家最难得就是他的天父 不是他只不不人人都有 作家最难得就是他的老袋 出版事业做得认真 我作家写完他的稿要交给一个editor审月 editor的责任就是去更正作家忽略了的小事 你看看这个例子 你说这句好不好 he wanted to leave however he was forced to stay 讲意思清清楚楚 但是讲grammar或者讲style 不算一流 那个editor会这样改发 一 he wanted to leave he wanted to leave but he was forced to stay 原因就是however my conjunction but 才是conjunction editor 亦都可以这样改发 he wanted to leave semi-colon however he was forced to stay 用个semi-colon代了个conjunction 怎样改发也好 作家的原意并没有更改 我们就很难学作家 但是grammar比较简单 是功多艺属的而已 我承认我的中文难登大眼 但即使以我有限的水平 都认为这句中文阳微十足 避问及会谈细致 他说无可奉告 我看来这句话是来自英文的 不但译译 连句子结构都译了 英文就是 asked about details of the talks he said no comments 英文的asked about details of the talks 本来是简化 原本是when he was asked about details of the talks 动词用被动语态 凡是不想提或者是不须提 任何人做事 英文的动词就用被动语态 最终的人可能是政治家 问他的人多数是记者 如果你说明是记者问他 你可以这样说的 when a reporter asked him about details of the talks 但是用a reporter有些少多余 因此就不用了 中文怎样呢 被问及我认为不好了 不如这样自然说 问他会谈细致 他说无可奉告 如果你要加上记者下去 就说记者问好过被问及 英文gunman这个字 找本字点一查就是 a man armed with a gun especially a criminal or a terrorist gunman就是一个配备了枪的男人 尤其是一个贼或者恐怖分子 现在香港一般将gunman叫做枪手 我认为被英文牵着鼻子走 中文枪手一词 分不到男或者女 也都没有贼或者恐怖分子的含义 去参加射击比赛的都是枪手 批评过后 这一句应该怎样解法呢 或者应该说 这句英文怎样用中文去表达呢 he was shot by three gunmen 至于现在的作风 就会译造 他被三个枪手杀死 我认为这样说才好 他被三个男人枪杀 好处有三点 你说男人枪杀 可以避免枪手这个含乎的词语 第二 你说被枪手杀死 空气未必是枪来的 第三点 你说男人枪杀 指名根文是男性 如果你说枪手 分不出男或者女 英文的形容词经常可以变成名词 好像the young 就是young people the rich 就是rich people the poor 就是poor people 千万不要忘记这个th 一定有个the才可以的 那么the needy 用英文解释就是poor people without food and clothing 用中文讲齐 饥寒交逼的人 一定很穷很穷的了 现在香港流行的中文说 我们要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认为有需要的人是含糊不清的词语 我看是翻译作祟 人无论富贵贫战 个个都有需要的 难道个个都去帮 将the needy译造有需要的人 我看是受到need这个词误导 need有s就是名词来的 解需要 everybody has needs 个个都有需要的 needy一定是有急需的 不是普通需要有急需的 the needy就代表了所有这些穷极的人 因此是复数来的 好 你们在请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